台东在3号晚间又出现很惊悚的台风灾情了 大雨狂揍结果导致溪水暴涨 夹带着土石冲落地面 为了村民的安全 目前已经实施劝导性的撤离 详细状况要把时间交给刘佩文 好的主播 画面中看到滚滚烟水不停疯狂窜出 简直用喷的 大陆因为连夜暴雨狂揍 大雨夹带树枝土石从上坡奔涌而下 把路绵延成极流黄泥湍河 台东进方向嘉兰村 行赋社区上方大雨狂揍 导致野稀暴涨 汐流猛窜部落 淹成黄色港都 台风山土耳西台 超强水流轰炸山区 更加带土石狂冲 路中横堂数不清的碎池 几乎占满道路 伴随着强烈波波水浪 工作人员和村中壮年 不顾风雨奋力清除路边落石 手中的产子没停过 为了村民的安全 目前已实施劝导撤离 安置到多功能活动中心 山土耳清台台东灾情不断 实在让台东民众无奈又没辙 想知道什么时候能脱离 盐水落实噩梦 以上掌握消息主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知 já 海女 亚统租近 小心 全面